工人用抓斗抓起一辆报废的汽车 并把它扔进破碎机中 随后会看着巨大的滚轮将其一点点碾碎 这种规模的废旧金属回收厂 每天都可以收到数百吨的废饼 其中大多是废弃的车辆和家电 仅仅是拆解和分类每批物料 就需要花费至少两天的时间 这里面可以回收的物品非常多 除了最便宜的老铁外 还可能包含银、镍、铜、铝等贵重金属 因此检查员需要进入到物料堆积区 近距离的检查废料的种类和质量 接着它会指挥起重机 将可以回收的物料运送到破碎设备中 虽然这种设备体型庞大 但是它非常容易磨损 所以每天都要例行检查 一般来说汽车的主要结构是钢铁 包括车架车身和发动机等部件 整辆汽车大概有一万到两万个零件 而所有未损坏的零件都会被先行拆除 当拆解的只剩金属框架时 车辆就会被压成更紧凑的形状 或是利用这个1800多公斤的滚纹 将其碾成碎块 为了帮助分离金属 工厂会先用工业吸尘器 清理出混杂在碎块中的橡胶和玻璃 钢铁碎块则会吸附在磁性滚筒上 之后再随着传输带进入到手工筛选环节 原来每辆报废汽车都可能成为下一辆汽车的零部件 在废旧金属回收厂里 它们会被拆解破碎成小的钢铁碎块 用于熔炼成新的材料进行重复使用 接下来工厂还要对剩余碎料做进一步的筛选 因为除了钢铁之外 这里面还可能含有铜铝或其他贵重金属 所以第一步就是要通过旋转滚轮 将物料按照大小进行分类 金属的特点是可以无限回收 为了确保材料能够物尽其用 工作人员会定期检查它们的处理情况 让可回收的材料尽可能多地参与到循环经济中 随后 它们将挑选出来的物料分散在传输带上 其中包含着不同种类的金属碎块 要想达到精准分类的目的 就需要用到可以产生高强磁场的涡流分选设备 每种金属的导电性和磁导率都不相同 当它们经过涡流分离器时 电磁铁会根据不同的金属产生不同响应 由此来分离出不同种类的金属材料 每批物料都要经过几个循环的筛分检查 在确保其中没有任何回收价值的材料后 才会被投放到垃圾处理区内 而那些含有金属材料的物料碎块 则要进一步确认它的金属准备 堆积到一定数量后 就会卖到相应的熔炼工厂中 废旧金属回收 让报废的家电汽车成为了新产品的原材料 同时也能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开采 降低能源消耗 你会建议购买回收再利用的产品